好,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本节课对上节课 我们布置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思考题 做一个解答 好,那么正确的结果是 打印的三个结果 应该是分别是10、20和10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 好,10、20、10 好,我们来分析一下 分析这样的一个比较复杂的 臂包函数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从最外层 最外边逐步的向底层分析 首先我们在模块里面 执行了这样一个F1 对不对 好,那么它就开始雕用这样一个F1函数 好,然后F1函数 现在A 我们现在把A的值复制成10 对不对 好,复制成10之后 然后开始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定义了这样一个F2 好,定义F2的时候 大家认为此时的A 此时的A 它是不是一个环境变量 好,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到 等会儿再来解答 因为你现在只是定义了这个F2 对不对 我们还没有执行这样一个F2 所以说里面的代码并不会运行 好 然后我们接着printA 那么由于你现在A等于10 对不对 那么你的printA依然是10 所以说第一次打印 是这样的一个10 这里 好,当A打印完成了之后 然后接着执行这样一个F2了 好,执行F2 好,执行F2的时候 然后就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相当于是在执行了这样的一个B包了 然后A重新是等于20了 然后由于A是等于20了 所以说printA 它打印出来的就是20了 好,那么这两个都很好理解对不对 好,那么关键是执行了F2之后 printA的结果 到底是10还是20 好,我们可以看到结果依然是10 我们在F2里面定义的这样一个A等于20 是不会影响到外部的这样的一个A等于10的 所以说最终你打印A的时候 还是这样的一个支持 因为我们在F2的内部执行A等于20 这个A 此时将被Python认为是一个局部变量 局部的变量是不能够影响到它外部的变量的 好,那么这个结果还有它的原因 我都给大家的分析了 局部变量是不可能影响到它外部的这样一个变量的 那么但是现在我想向大家提出一个问题 大家觉得这是一个B包吗 大家想一想 好,是不是B包 我们可以来验证一下 好,我们现在把这些打印的语句 都把它给去掉 然后我们仿造我们之前的这样的一个 我们这样一个实例 实例里面这里用一个F 接收这样的一个外部函数的调用结果 好,我们这里也用一个F 接收F1 它的这样的一个调用的结果 好,那么如果它是一个B包的话 我们可以printf printf 然后它的这样一个点 chloria属性就对 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执行的结果 好 它会报错 为什么 因为你的F是一个NUN类型 空置类型 为什么是空置类型 因为你的F1内部没有返回任何的结果 所以说这个F它是一个空置 这个从语法上面就是错误的 好,那么我们随意来返回一个值看一下 好,我们把F2可以把它给删除了 好,然后我们在函数的内部 把A给返回回来 好,然后我们再次执行这样的一个代码 还是找不到B包 对不对 因为你这里只是返回了一个A等于10 Int类型哪来的cloria属性 没有,对不对 所以说它提示 Int object 很能attributecloria 好,那么这个还是不能说明它是不是一个B包 好,那么我们就直接按照我们刚刚的示例 上节课的示例 我们直接把F2返回回来 好,这样的情况上面 它总归是一个B包的 好,让我们来看一下 好,我们发现什么 我们发现Cloria并不存在 没有报错了 这个证明F是有值的 我们直接printf看一下 好,看一下F是什么 看,它确实是一个方形 对不对 但是它却没有这样一个cloria属性 是空 哇,同学们可能要说 老师,这个好奇怪 我们这个形式和我们之前 在C9这个地方是一模一样的 我这里明明也返回了这样一个curve 对不对 把内部的curve给返回回来了 然后我这里也返回了这样一个F2 函数 难道是因为名字不一样 所以说是造成了这样的一个cloria不存在吗 好,那么我们有些同学可能进一步的 会来找这两个函数的差异 是不是你之前的B包的客户的函数 内部是返回了一个值的 而我们这里没有返回值吗 没有问题 那么我们可以把A再返回回来吗 然后我们可以再看一下 不对,不是这个 现在是C14 电PLine 还是空对不对 好,那么这个就有意思了 几乎和我们这里的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它还是没有客户的属性 好,没关系 我们再改动一下 我们现在不让A被复值了 我们直接返回A好不好 我们发现什么 cloria有值了 好,那么请大家回忆一下 我刚刚的这样的一个改动 我仅仅的是把A等于20删掉了 然后它就有了这样一个cloria属性 那么这个只是表面现象 我们来分析一下它的实质是什么 实质在于 你如果有A等于20的这样的一个语句在的话 那么此时的A 它将不再是引用我们的FR外部的这样一个环境变量了 而是会被认为 此时的A 会被认为 被Python认为 是一个局部变量了 A 它被认为是一个局部变量了之后 那么和外面的A就没有关系了 它并没有去引用我们的环境变量 所以说此时的B包是不存在的 所以说千万不要认为 你在FR的内部出现了A 它就是一个B包 它也和FR内部有没有返回结果 没有关系 怎么看呢 比如说我这里我不返回结果了 我就写一个20乘域A 我只要引用了A 那么它就是一个B包 看一下 你看 依然有这样一个B包的结果 关键的是A 你不能把它当作一个变量去被复制 它需要去引用外部 这一点是一定要提醒大家去注意的 给大家讲这个 主要是因为我觉得如果不讲实例的话 大家对B包的理解还是不够清晰 像这样的一个问题 几乎是Person稍微正规一点的面试 比试里面都会出现的一个问题 非常的经典 好 那么我相信通过这个事例 大家应该对这个B包的理解 会更加的深刻了 好 同学们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